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3月11日 今天东京的最高气温是14摄氏度 天气晴朗 是一个清爽的春天 但是今天不是一个普通的日子 因为在十年前 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以及海啸 这场大地震 不仅夺去了两万多人的生命 也让很多很多的人的生活 从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实我也是其中之一 为了纪念这一天 我们一起乘电车 到上野恩赐公园去看一下 地震的日语发音是 寂寻 电车的日语发音是 登下 上野恩赐公园的发音是 电车到了 在日本出电车站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出口非常的多 一定要记住自己的出口 是在第几号出口 确认清楚以后 再开始沿着指示的箭头行动 否则的话会特别的耽误时间 还容易迷路 这就是上野站的站台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广告牌 他是曾经多年的 日本足球队的队员 Mila Katsu 他在日本是非常有名 他不仅足球体的好 他一直还作为时装模特 工作着 是一个很有气质 身材也非常健美的一个足球运动员 中文字幕提供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侧呢 安插广告的设计的专栏 现在由于疫情吧 等等原因 你看他们都是空着的 没有广告 在上野的车站 这个大厅里 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叫做 Coin Locker 就是投币存储行李的箱子 小一点的存储箱子呢 大概300日元 大一点呢 大概一天800日元左右 日本很多的电车站里头 都是很大的 很宽的 里面除了有小卖铺 还可能有药装店 所以出口的时候呢 一定要辨别好方向 好 我们的站口就要到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呢 是JR Japan Railway JR的出口 刚才我们出来的是电车站 一定要注意 很多电车站和JR站 是相通的 但也有很多是分开的 上野站是分开的 当你要出行 或者是趁电铁移动的时候 一定要确认好 你所乘坐的是地铁 还是JR 我们叫它是再来线 我们可以看到路的左边 有一个是上野特别著名的 叫做Ameya Yokocho 它是一个大概有五六百米长的 一个商店街 是一个比较有着传统 日本历史的一条商店街 现在呢 里头主要是有一些 小商小贩的摊位 小商店 在里面尤其是可以吃到 中国的传统的小吃 好 我们穿过马路 就向上野恩赐公园的方向 步行走过去 今天的天气呢 真的是非常好 天格外的蓝 从这个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上野的恩赐公园 还是蛮大的 它最主要的是 周围有很多的美术馆和博物馆 比如说上野的森美术馆 东京文化会馆 国立西洋美术馆 东京都美术馆 国立科学博物馆 东京国立博物馆 这些都是在日本非常著名的美术馆或者是博物馆 还有一个孩子们非常喜欢的去处 恩赐上野动物园 上野动物园呢 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动物的种类呢 也十分的丰富 1972年 中日国交恢复正常以后 为了纪念 从中国来了一只大熊猫 作为一个友好的使者 它就是落户在上野的动物园 那时候每天都吸引了来自日本全国的很多很多的游客 前来驻足观看 这只大熊猫 真是为中日友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只可惜呢 现在是新冠病毒流行期间 动物园也不得不休圆 相信我们以后还会有机会一起来参观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建筑呢 是东京文化会馆 从外形也可以知道 它还是一个很宽敞的一个建筑 文化会馆呢 是日本各地的县 市 甚至到区域级的 重要的供给当地的居民活动的一个场所 一般情况下 里面都有叫做大堂和小堂 就是大厅和小厅 就是大剧场和小剧场 可以供当地的居民自己组织的活动 音乐会啊 孩子们的钢琴呢 一些乐器的发表会 演奏会 或者是芭蕾舞的孩子们的汇报演出 也可能是大型团体的商务性的演出 都可以在这种叫做文化会馆的地方举行 我们继继续 我们继续再往前走 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是在疫情中 很多的场馆 已经处于在休息的状态 但是 也有些活动还在继续进行 比如像这个 在东京国立博物馆举行的 Ohina-sama-to-ni-ho-no-ning-yo 的这个活动 就是刚刚过去的 3月3号 是日本一年中 也是为孩子们 祈福的很重要的一个活动 尤其是为家里的女孩子的 健康成长而祈福的一个活动 我们可以看到中间呢 这一块像是一个广场一样的 非常的宽阔 现在呢 由于疫情 游客很少 可以看到那边 挂着红色的标识的那边 就是赏鹰大道 那个大道的两侧呢 都是樱花 当然现在离樱花盛开的季节 还有点早 所以樱花还没有开 日本的樱花呢 它是从南到北 随着这个气温呢 的改变 一点一点的盛开的 在东京附近呢 大概樱花盛开的季节是 三月底到四月初 然后一点点的北上 到了北海道 几乎要到五月 才可以欣赏到樱花的盛开 我们看到那边呢 也有一棵樱花树 已经有樱花在开放了 我们知道日本的樱花的种类 非常的繁多 所以呢 从一月到五月底 在全国的各处 有各种各样不同种类的 樱花的盛开呢 可以看到 大陆两旁挂着的 像这种红颜色和白颜色 相见的这些小灯笼 实际上都是各种各样的公司 カブシキカイシャ 中士会社 他们为了这种 每年的大型的赏赢活动 资助捐献 所以呢 组织者呢 也把他们的名字呢 用这种小灯笼 来表示出来 也是一方面是感谢吧 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广告 这个呢 我们可以看到是在 一个神社 金家的旁边 一个小商店 加上它有一个小的食堂 小骨头 也有一些 日本的传统美食 但是因为疫情 我们看到没有什么客人 这里面有 日本的细面 おでん 等等 我们继续往前走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是一个地下停车场 在东京的出行呢 电车是比较方便的 比普通的公路 开车要方便得多 因为停车场比较难找 而且也比较贵 再继续往前走呢 我们可以看到那边 有一个池塘 它叫做 シノバズイケ 汉字写出来是 不忍池 这个不忍池呢 实际上它是由 三个小池组成的 其中有一个是 ハスイケ 就是莲花池 ボードイケ 划船的船池 还有 ウノイケ 有一种鸟 它的汉字写出来是 兄弟的地加一个鸟字 就是水鸟栖息的 一个池子 莲花池呢 自从江户时代就开始 引来各处的文人末客 他们一边欣赏莲花 一边吟诗作父 一个非常信文人的 美丽的场所 不忍池旁边的柳树 已经开始在樱花盛开之前 就发芽了 淡淡的嫩绿 显得格外的娇美 虽然是春天里的莲花池 可以想象到 夏天的时候 莲花盛开的美丽情景 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 它依然保有那种 沧桑的和成熟的气质 在这个不忍池旁边呢 还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建筑 日语叫做 Bentendo 汉字写出来呢 是变天堂 因为它是江户时代 宽永年间建造的 所以也叫它宽永寺 它的建筑呢 在日本是一个特殊的建筑风格 日语叫做 イリモヤツクリ 写出来汉字就是 入母屋造 这是一个佛教的寺庙 在莲花池旁边 也是这个变天堂寺庙的旁边 有一个很独特的石碑 叫做 メガネのヒ 是为了纪念日本的初代将军 德川家康戴过的眼镜 来修的一个纪念碑 它的目的 一方面是为了纪念 这个成功的先人 所取得的功绩 也是为了 后人可以拓展健全的事业 而修建的 这个呢 是写着不忍池三个字的 纪念碑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所有的文字 通篇都是汉字 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呢 在很多地方都可以找到确具 在公园里 我们还碰见了一个大客车 上面写着 Takara Kujigo 你们知道它是做什么用的呢 到前面来看一看 其实呢 它是一个 移动型的 彩票 出售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呢 是上野的森美术馆 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现代的美术展 马上就要在这里展出 这里呢 是一个叫做 Masaoga Shiki Kinenkyujo的地方 镇港紫龟纪念球场 镇港紫龟 它实际上是一个 日本的明智初期的 随笔文学家 它是以日本的 诗歌题材 修句和短歌 以及小说为著称的 早在明智初期 日本引进了外国的 磊球以后 他是最早的爱好者之一 他通过他的文学作品 把一些磊球的 专业术语 介绍给国民 所以他是通过 自己的随笔的发表 来为日本的 磊球的普及 做了贡献 所以呢 这个纪念球场 就是为了纪念 他所立下的功绩 好 我们今天就花了一段时间 在上野的公园里 走了一圈 不知道你的收获大吗 了解到了一些 日本的文化吗 如果你满足了的话 我们就一起回家吧 正值中午也是饭口 肚子也饿了 看看 在上野站附近的 好多好多的 美食餐厅 你想选哪个呢 今天我就想选一个 满足一下我这个 久违了的中国味吧 就是这家中国餐厅啦 我订的这份呢 是叫 马洛亚嘎 淡淡面 塞豆 就是比较 味道柔和的 淡淡面 的一个 一个套餐 因为 它是四川料理嘛 日本人不是 像中国人 那么能吃辣 所以它叫 马洛亚嘎 味道比较温和的 淡淡面 我不想对味道多做评论 但是给我的综合印象就是 面太硬 味道太咸 当然 它给我与饱足 也是我 十分感恩的 好 今天我们的 上野恩赐公园旅行 就到此结束 如果你受益于我的视频 请不要忘记 订阅我的频道 并转发给 有需要的家人和朋友们 非常感谢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